南京保卫战失败之后呢 守城主将第一时间逃离 扔下了多达13万的南京守城将士 和50多万的南京市民 我们不禁反思 为什么南京保卫战会如此惨败收场 紫荆山的这个保卫战 开始打的是非常英勇的 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杀伤 唐生志而且当时是给蒋介石 写下军连杖的 那没有想到后来他就跑掉的 然后呢各个部队就完全陷入了 无头苍蝇的一个状态 然后日军的这种高强度的一个挤压 然后顺便就崩盘了 对 其实唐生志呢 可以说是主动请英来保卫南京了 当时蒋介石召开军事委员会 就是讨论南京到底是守还是气 有两派主张 基本上一边倒 白冲洗 李中仁都主张撤 蒋介石一筹莫展的时候 唐生志主动请英站起来讲 他说南京是我们的首都 而且呢 他是我们的国父的秦陵所在地 所以他要求必须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非常高兴 马上任命他为南京守卫区的司令长官 也就是最高指挥了 所以从12月4号开始 那一周应该说打得非常惨烈 应该说唐生志领导的国军呢 还是勇猛顽强地抗击这个日军 但是呢 现在史料披露的就是12月11号晚上 蒋介石给唐生志发了一个电文 就说现在的情况看来你还是见机撤退吧 唐生志12号开军事会议向军官传达 传达完了以后呢 他当天晚上自己弄了一艘船就跑了 那么他跑了以后 国民党的其他的一些军官 有的也纷纷逃亡 这些军官逃跑的时候 根本没有通知在城外的这些守护部队 所以当官都跑了 那么底下兵可以说土崩瓦解 根本的问题还是蒋介石在战略上的 战略思考的错误 刚才说了 本来是要守就应该是全力以赴 所有的将军们战士们都齐心合力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 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徐州失守了 武汉告急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 可以说黑暗中怎么样为抗日战争指明方向 毛泽东在1938年5到6月份 发表了这样一个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判断 就是我们中国既不可能亡国 但也不可能速胜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我认为最重大的一个意义在什么 就是人民战争的思想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几句名言被经常引述 毛泽东说战争伪力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你看这句话到今天很多人都在引述 论持久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史料 是这个李中仁的这个身边工作人员叫程思远 后来写个我的回忆 他说论持久战对国民党政府影响很大 论持久战发表以后 当时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告诉了白崇喜 白崇喜很赞成 说这就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了 白崇喜又把这个精神告诉了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 白崇喜把论持久战盖回12个字两句话 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 那么后来经周恩来同意啊 就是军事委员会向全国通令 就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 你从这样一个事例当中可以看出 论持久战成为整个全民抗战的指导思想 说明我们中共确实在抗日战争 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提出呢 有如黑暗里的一道光芒 给全国百姓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毛主席告诉广大的抗战军民 坚持下去 我们能以